欢迎大家收看,今日六度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再一次,大选的投票结果受到对特朗普的看法的驱动 美中分泰尼谈判开始,得到拜登和习近平的支持推动 土耳其逮捕7人,传递以色列信息 特朗普不会再任命鲍威尔为美联储主席 特朗普法律新闻简报 为什么恩格伦法官的金融欺诈裁决可能要到2月中旬才能出炉 请大家收看 再一次,大选的投票结果受到对特朗普的看法的驱动 华盛顿邮报 CNN的一项新民意调查显示 2024年的总统选举将主要成为对桥拜登总统的一次公投 就像2020年的选举是对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一次公投一样 该调查发现,尽管特朗普在整体和独立选民中领先拜登4个百分点 但拜登在那些赞成他的总统工作的人中领先很大 即使在那些不赞成拜登表现的人中 他仍然得到了14%选民的支持 该调查表明 许多选民的动机是反对特朗普 而不是支持拜登 美中芬泰尼谈判开始 得到拜登和习近平的支持推动 彭博社 拜登政府希望中国应对芬泰尼危机的努力能取得进展 但还需要采取更多措施阻止致命合成阿片类药物流入美国 美中禁毒工作组是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晤后成立的 本周在北京举行了首次会议 中国一表示 致力于阻止其私营企业出口用于药物生产的前提化学品 但由于双用途化学品和第三国的参与 这个问题很复杂 工作组为进一步行动提供了持续讨论的平台 每年有数万名美国人死于合成药物过量 尤其是芬泰尼 土耳其逮捕7人传递以色列信息 BBC 据报道 土耳其安全部队已经逮捕了7名 涉嫌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透露信息的人 此次逮捕行动是土耳其警方和土耳其国家情报机构 联合在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进行的 上个月 34名涉嫌与摩萨德有关的人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 塔伊普 埃尔多安警告以色列 如果以色列在土耳其境内针对哈马斯成员 将会面临严重后果 土耳其不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 据信 摩萨德已经招募了居住在土耳其的巴勒斯坦人 和叙利亚国民作为其行动的一部分 特朗普不会再任命鲍威尔为美联储主席 日经亚洲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表示 如果他赢得总统选举 他将不会重新任命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 特朗普认为鲍威尔会降低利率 以帮助乔·拜登总统连任的机会 鲍威尔和美联储最近表示 他们已经停止加息 并将等待通胀下降的更大信心再进行降息 特朗普最初在2017年任命了鲍威尔 但不久后就对他产生了反感 特朗普法律新闻简报 为什么恩格伦法官的金融欺诈裁决 可能要到2月中旬才能出炉 雅虎 纽约金融欺诈案 因该让法官的法庭发言人宣布 对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他的成年儿子和他的家族企业 必须支付多年金融欺诈行为的处罚的裁决 可能要等到2月中旬才会发布 这一消息出现在该案件的新进展中 包括前特朗普集团首席财务官艾伦 维塞尔伯格与检察官达成的初步认罪协议 据报道 他将承认在该案中作伪证 以下是关于这位希望连任总统的人的最新进展 纽约金融欺诈案 因格尔伦的裁决 为何比预期时间更长的可能原因 关键人物 纽约州法院行政办公室发言人 阿尔·贝克 法官阿瑟·恩格隆 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 前特朗普集团首席财务官艾伦 维塞尔伯格 法院指定监察员和前法官巴巴拉·琼斯 贝克周四告诉记者 恩格隆将对特朗普 他的两个长子和他的家族企业 多年来进行欺诈业务行为的惩罚 做出的裁决可能会推迟到2月中旬 初步估计是2月初到2月中旬 可能会有修改 但这是目前的工作计划 贝克说 在审判结束时 恩格隆曾表示 他将努力在1月底之前 发布他的书面意见 专家表示 至少有三个因素可能导致延迟 据《纽约时报》报道 维塞尔伯格目前正在与检察官进行谈判 承认他在民事欺诈审判中作伪证 具体而言 维塞尔伯格 关于他对特朗普在曼哈顿的三层公寓面积 戏剧性夸大地了解的证词受到了审查 为什么恩格隆法官 还没有就特朗普的民事欺诈案 做出裁决 一个原因可能是 特朗普首席财务官 可能会承认对恩格隆法官撒谎 以帮助特朗普 前罗伯特 穆勒的检察官 安德鲁 维斯曼 周四在X上写道 法官正在等待这一点 来支持他对特朗普的裁决 这将是特朗普民事欺诈案的又一个重要证据 延迟的另一个可能原因 与琼斯于1月26日星期五 向恩格隆提交的报告有关 恩格隆委托琼斯 监督特朗普组织的财务状况 据NBC新闻报道 该报告指出了许多不一致之处 密歇根大学法学教授 前美国联邦检察官巴巴拉 麦克奎德 在X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推测 琼斯的报告 似乎在拖延恩格隆 对特朗普案的裁决 最后 也是最不令人惊讶的是 特朗普及其共同被告 几乎肯定会对恩格隆的裁决提出上诉 这可能会使前总统损失数亿美元 并禁止他在纽约州经商 仅仅因为这个原因 恩格隆可能只是在努力确保他的决定 能够经受住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挑战 为什么这很重要 维塞尔伯格可能认罪的协议 和琼斯发现的错误 都对詹姆斯来说是好消息 他要求法院对被告处以3.7亿美元的罚款 推荐阅读 山区报 乔丹传唤威利斯调查联邦拨款支出 商业内幕 特朗普的我很有钱 夸夸其谈如何在法庭上适得其反 特鲁多谴责阿尔伯塔省的跨性别政策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 特鲁多批评了阿尔伯塔省有关对待跨性别青少年的新提议 称其为全国范围内最反LGBT的地方 阿尔伯塔省省长丹尼尔 史密斯宣布 禁止17岁以下的人进行性别重置手术 禁止15岁以下的人进行激素治疗 并限制跨性别女性运动员参加女子运动项目 特鲁多建议史密斯应该把精力放在争取更好的住房 负担得起的食品或者对抗气候变化上 医生和跨性别倡导者认为 这些变化是侵入性的和有害的 但史密斯声称 这些变化是为了防止青少年在成年后后悔自己的决定 Stanley Crencher杯制造商 因杯子中被指控罕有签而被起诉 集体诉讼提议 加拿大环球邮报 四名女性对太平洋市场国际公司提起了诉讼 该公司是斯坦利品牌的所有者 指控该公司为披露其热销的斯坦利杯中存在签 这起寻求集体诉讼地位的诉讼声称 该公司将这些杯子宣传为安全耐用 但却知道杯子的真空密封处罕有签 这些女性认为 如果她们知道杯子中含有签 并可能接触到这种有毒物质 她们就不会购买这些杯子 这些女性要求获得赔偿和惩罚性赔偿 并要求斯坦利披露 其产品中签和其他有毒物质的存在 斯坦利承认真空密封处含有签 但表示杯子表面和内容物中没有签 斯坦利杯因社交媒体的推动而大受欢迎 并为公司带来了可观的收入 沃泰华将向多伦多提供1.62亿加元 主要用于为寻求庇护者提供住房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联邦政府上周五宣布 将向多伦多提供额外的1.62亿加元资金 主要用于支持庇护申请人的住房 这笔资金旨在偿还该是在2023年和2024年第一季度所发生的费用 上个月 多伦多市长奥利维亚 周向联邦政府请求2.5亿加元 以支付该是紧急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系统中 庇护申请者住房所带来的不断上升的费用 这笔额外的资金将使该是避免提出的10.5%的财产税增加 目前多伦多每晚在其收容所取暖中心和社区机构中收容近6000名难民申请人 在明斯政府内部信息被严密控制 意义被压制 悉尼先驱晨报 新南威尔士州NSW州长克里斯 明斯被描述为监督着一个严密控制的政府运作 一些部长和议员对中央集权的控制结构表示不满 一些议员批评明斯在社会改革方面过于谨慎 将保守媒体置于进步价值之上 政府将重点放在住房和基本工人工资等核心问题上 导致承诺的社会改革如毒品峰会被搁置 明斯在处理以色列冲突方面的做法也受到了内部批评 一些温和左派派系的成员在他的领导下感到越来越孤立 集中控制结构导致党团内部沉默的文化 议员们担心发表意见会受到谴责 也有一些情况下 由于信息的严格控制 议员们被措手不及地捕捉到失误 尽管受到批评 一些议员赞扬明斯的领导风格具有合作和冷静的特点 乔需要唐纳德2.0的恐惧来压倒对拜登的恐惧 81 悉尼先驱晨报 美国总统乔 拜登的年龄仍然是人们关注和猜测的话题 现年78岁的拜登目前是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 他将在2022年11月迎来80岁生日 考虑到总统职位的要求和对心理和体力的耐力需求 他的年龄问题尤为重要 批评者担心拜登的年龄可能影响他有效的治理和做出重要决策的能力 此外 人们还担心他的沟通能力 因为拜登一生中一直有口吃的问题 并且以失言而闻名 支持者认为 拜登的经验和成熟使他成为一位强大的领导者 他的年龄不应成为评判他治理能力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 年龄问题很可能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仍然是一个争论的话题 农民封锁和比边境 愤怒在欧洲蔓延开来 英国独立报 农民抗议活动正在欧洲蔓延 荷兰和比利时的农民封锁了两国边境 希腊农民封锁了道路 波兰农民也宣布计划关闭与乌克兰的边境口案 这些抗议活动是由于对低廉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成本 廉价食品进口 以及欧盟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引入的限制感到愤怒 法国志愿者在俄罗斯袭击中丧生 马克龙 BBC 法国总统埃马纽尔 马克龙确认 两名法国援助工作者在乌克兰遭到俄罗斯的袭击中丧生 他谴责这次袭击为懦弱 并表示与所有在该地区帮助人们的志愿者团结一致 乌克兰官员报告称 两名外国志愿者在贝里斯拉夫镇遭到无人机袭击身亡 另外四人受伤 其中包括三名法国公民 这些法国志愿者的姓名尚未公开 他们所在的组织也未透露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于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入侵 转会去哪了? 纽约时报 今年的1月份 足球转会市场比往年要安静 最引人注目和昂贵的交易 是热刺以合理的价格购买了一名中后卫 这种缺乏活动可以归因于人们普遍认为 1月份不是转会市场上物有所值的好时机 大多数俱乐部只愿意出售不值得购买的球员 基里亚科斯 弥佐塔基斯谈如何摆脱民粹主义的控制 经济学人 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 弥佐塔基斯讨论了欧洲民粹主义的崛起 并反思了希腊自2019年以来的经验 弥佐塔基斯认为 推动民粹主义起义的不满情绪 如全球化和生活成本上升 是真实存在的 自由派建制必须承认这一点 他强调了提供有效政策 和愿意挑战正统观念 以应对民粹主义的重要性 弥佐塔基斯强调了 希腊实施的经济改革 包括减税 支持创业者和市场改革 导致了高增长率 减少债务和改善信用评级 在移民问题上 希腊实施了更严格的边境控制 但也改善了庇护申请处理 并为劳动力流动 创造了合法途径 在外交政策方面 希腊建立了新的地区伙伴关系 并在与土耳其的挑战中 保持对话的大门敞开 弥佐塔基斯总结到 产生公平的经济增长 并与进步的中间派的欧洲趋同 是应对民粹主义的关键 这需要诚实 兑现承诺 并清楚地解释 政策对个人和家庭的好处 特斯拉的困境 让投资者开始讨论 其壮丽七人组继任者的问题 加拿大环球邮报 据专家称 特斯拉最近的股价下跌 使其在七巨头公司集团中的地位 岌岌可危 该集团包括 苹果 微软 亚马逊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Meta平台 英伟达和特斯拉 他们推动了去年美国市场的一轮上涨 然而 特斯拉的下滑 引发了有关集团成员替换的猜测 十几家机构 投资者表示 新成员很可能是能够实现 对人工智能不断增长 需求的商业化的公司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一些 国际和国内的新闻 首先 我们谈到了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 这次选举 可能会再次成为 对现任总统拜登的一次公投 而不仅仅是对特朗普的一次公投 这反映出许多选民的动机 是反对特朗普 而不是支持拜登 接着 我们讨论了中美分泰尼谈判 拜登和习近平都支持这一努力 旨在阻止合成阿片类药物流入美国 我们还谈到了 土耳其逮捕7人 传递以色列信息的事件 以及特朗普不再任命 鲍威尔为美联储主席的决定 此外 我们也谈到了一些国内新闻 包括加拿大对阿尔伯塔省的 跨性别政策的批评 以及斯坦利杯制造商 因含有签而被起诉的事件 最后 我们谈到了澳大利亚和希腊的一些议题 包括澳大利亚政府的控制 和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 谈到如何应对民粹主义的问题 最后 我们谈到了特斯拉的困境 和有关其壮丽 7人组继任者的讨论 这些都是当今世界的重要问题 我们需要关注并思考如何应对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订阅